那大家晚安 還有 我是主辦單位前台 基金會的劉劉娜 那謝謝大家今天晚上來 那也謝謝我們哲學星期五的夥伴 也在後面忙進忙出 那我想就幾件事情 我來先跟大家報告 然後結束之後我們再把今天的這個審議 這樣子的故事 因為我本來是擔心說 我們故事故老師我有紅包 偶像包 所以我想後來講幾個比較辣的東西 首先就是 大家可能有看到後面有那個酒 那那是康子姐他自己釀的酒 對 那可是我要請在場的夥伴就是 酌量飲用 對 首先第一個是 無根的喝太多的話其他人沒得喝 那第二個是在於說 如果你有開車 或者是騎車 或者甚至你是走路 然後常常很容易暈 那輕點不要喝多 因為我只要喝 嘗過一杯 我覺得我也會暈 好 所以麻煩大家就是稍微 就是說可以在那邊可以自由取用 那第二個事情是 如果大家今天不是很熟悉 哲伍的夥伴的話 我介紹一下空間 這一層樓是我們待會在這邊進行 然後你們的左手邊 那邊有洗手間 好 那樓上的話也會有今天 就是康子姐她這幾年的一個著作 包含她在 喔對謝謝你 就是包含今天的主題可操作的名著 然後最近康子姐她的新書 那明天晚上我們會在青鳥 有一個座檀 如果你喝了酒 也喝了酒 還蠻好喝的 請你自己動手做 我可以買這一本 會笑 好 那其實昨天晚上我們也聽康子姐講 很精彩 她在語言的香港 在2013、2014的時候 這兩個書很精彩 可是你在台灣幾度買不到 所以一定要把握時間買 樓上有的賣 那最後一本是她的生命之作 一個是怎麼樣練成的 好 那樓上都有的賣 齁 那所以我想我就把這幾個 比較大的訊息 把它走完 然後清台這邊 然後很榮幸就是說 跟哲學齊齊舞的夥伴 我們促成了這一場的一個討論 那有包含於 長期在關注民族 然後關注這些人選民族 這些 我會叫他們前輩 可是他們沒那麼老 那只是我覺得 這個部分是因為他們 累積了一點經驗 那可以來跟大家分享 好 那我想就走哲學齊舞的Style的話 我就把主持大陸交給我們 陸佑 陸老師 那我心情歡迎他們 謝謝 大家好 剛剛那個 通常說我可能有藕包 我沒有藕包 所以其實真的 這個酒非常的好喝 然後那個 我還是要促銷一下 那個清支舞的裡面 其實蔻姐把他很多的秘方 都寫在這個櫃裡面 怎麼樣釀好酒 怎麼樣喝好酒 那所以 今天的酒其實是他清支那樣 所以很希望就是大家 以酒會的 好 我們要比如說這裡面 好像這個很多蔻姐的 那個粉絲 然後你希望連兩個人 對 姓黃好友 有出眾的人物 然後還有那個 那個農友 酒友 然後對 各種的那個 就很多是慕名而來的 那剛剛有提到說 好像之前剛開始 可能剛開始 寇子姐來的時候 其實大家並不認識他 我們是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叫了好多好多電話 所以其實寇子姐在他出眾裡面 也有很多的感受 那我剛剛另外聽到一個是 比較是說好像是實用的 就是說到底民主是什麼 我記得後裏 好像有這個話就說 好像在民主的台灣 大家好像不太知道民主是什麼 剛剛從大家的這個介紹裡面 也都講出來 不管是我想各行各業 我們好像也從高中生 然後一直到就是老師 然後NGO的工作者 然後這個產業界的夥伴工會 那我想在這裡面 因為好像大家都想要知道說 這個民主不管是關心中國 關心香港 或是關心在台灣 其實在各個角落裡面 這個民主到底是怎樣的世界 那我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孫文林 現在在政大公共新政學系任教 然後我們自己在 政大也創立了一個民主創新 與治理中心 那其實也是長期對於推動這種審議民主 然後以及這個宇宙向民主 程序的這個設計 這個部分其實相關的這些論述 其實在努力的發展 因為也是在思考就是說 其實民主還有品質的問題 其實不是只有投票 那怎麼樣深化台灣的一些論述 可是這些議題它發現說 其實是在各個角落 各個角落不死在台灣 那我們今天看到香港 或者說看到寇子姐 在她書中裡面描寫這個 譬如說中國農村的這個合作社 那所以我這邊就也不再多說 因為我想今天的那個書獎 寇子姐她其實跟我們分享 就是這個練習民主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她會從這個就是這個中國農村 這個譬如說合作社 包括這個議事規則的這裡進行 那怎麼樣在那個地方實踐民主 而且這個民主到底有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如果大家有看那本書的話 就可以看到說其實這個民主在 雖然我們看起來好像是在不太民主的中國 可是實踐了民主在那個地方 實踐了那樣的一個民主之後 它反而其實是一個安定的力量 那甚至是一個有創意有思考 然後其實是可以讓它這個社會 其實穩定的力量 跟現在的一種譬如說 那個我想中共的維穩政院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反差 那大家知道寇子姐她是一個她自己講的 剛剛問她說你想怎麼樣被介紹 一個民間公立行動者 一個草根民主的實踐者 那我想她也很重要 是一個草根民主參與的紀錄者 那我們熱烈歡迎寇子姐 好 我節約時間快點往下走 那民主 剛才這位朋友用到一個說法 這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我們說民主有效沒有效率 可能很多人會集中在這裡 你充分民主就沒有效率 那用什麼辦法讓民主很有效 這可能就是最直接的我們來解釋 為什麼會有意識規則 可能它背後有很多深厚的人文的東西 有很多理念 但是它直接的那種工具性的效果 可能就是讓民主有效 那麼這種意識規則 最早可能是我們發源於四千年以前 美國的城隆時代 那它結出來的最野人注目的果實 就是美國四百年 就是四千年運行到四百年 這個我就盡快地照顧過 很多人說到中國 說對中國感興趣 很有意思的是 我今年的六月 在一個特殊的日子之前 就是六月四號之前 我拿到的兩本書 同時出的一本就是親自活著 一本就是可操作的民主的繁體字版 那我很感激這個書的封面設計 它提取了這兩本書的各自一個關鍵字 一個是民主 一個是自由 那它分別是這兩本書講的 在沒有民主自由的中國 我們如何建興民主 還有就是在有自由民主的海外 如何捍衛自由 這個自由可以非常非常具體 具體到我們的一餐一飯 或者說我們喝到了這杯酒 我就把它給漂泊 剛才這位朋友又遇到一個如此 說民主是個痛苦的過程 我自己 我說算是以身事發二十幾年 我覺得這是一個痛苦的有益的過程 你在這裡面所付出的所有的時間 你的所有的代價都是值得的 如果你不失 可能就什麼都沒有 那說到了中國 我想我是從2013年 第一次到台灣的 那個時候很多台灣人都以為 我可以不在乎中國 我可以不管中國 但是現在我想 可能這樣的人越來越少了 那為什麼 因為中國一直在越來越強 我們稱它為強國 那同時呢 在這樣的一個中國的 強大的中國面前 很多人都會說 中國實在是讓很多人都出乎意料 昨天晚上在錦南部教堂 吳建宇老師交流的時候 他也提到了 他說他關注中國已經幾十年了 那就是基於一個學理的 西方的理論的框架 就是說一旦中產階級發育到了一定程度 他們越來越有力量 對於中國的需求 那麼中國的改變可能就開始了 現在我們中產有了 階級也有了 但民主還是沒有 那甚至呢 我所謂的中產階級 它甚至沒有那種明確的那種需求 或者說是看不到那種需求 那麼中國怎麼了 那 我覺得理論沒有錯 這些期待也沒有錯 但是問題就是 我們好像看到在很多地方 一牽扯到中國 就會有一個中國特色 那我作為一個中國人 我看到了什麼樣的中國特色 我性也非也 我覺得我看到了一個不同的中國 一方面我說他性也非也 如果說不性的話 我因為種種原因 我沒有念過大學 我的最高學歷只念了高中畢業 那我是中國的廣播電視大學 類似台灣的郭州大學 我學的是審計學 我的支撐是會計 但是我 除了我倒霉的原因 跟會計有關心 我其他我基本上 都跟會計無關 那麼我做社會觀察 一插揚錯成了八九六四之後 中國總是民間運動的第一代人 我以我的草根身份 做這種社會觀察呢 我看到了一個不一樣的中國 中國的改變是怎麼來的 現在提到中國 都是說中國強大的經濟力量 那我說中國的改變 其實在它強大之前 在中國的經濟被世人矚目之前 最重要的中國的改變 是草根中國的改變 這個人叫年光景 1978年還是1977年的時候 他就被抓獲已經不止一次 為什麼 他那個時候犯了一個罪 這個罪叫投機倒把 這個比較麻煩 有中國特色 就是說你做生意 你是一個小攤小販 所以你要被抓 台灣人可能很難想像 是啊 因為在1976年以前 我們是大一統的國有經濟 是不允許有私人經濟的 他因為一再想賣一樣東西 炒瓜子 他們家有炒瓜子的那個技術 傻子瓜子就是他註冊的 那麼他其實是中國最早的 他是城市的私有經濟的這些嘗試的人之一 如果沒有這樣的嘗試的話 也許中國的經濟的改革要再難很多 那麼1978年的12月 在這種地方 在安徽的鳳梁 在這個12月大概是11號還是哪一天 非常非常的 我在12月去過安徽 這麼一個破破的草房子裡 我們可以想像就有多麼貧困 發生了一件什麼樣的事情呢 就是有20個人在一張紙上 他們用那麼微微有有的字寫下來 他們寫的內容是這一些 他們用到很可怕的一點就是說 就是說 如果不成 我們坐牢殺頭也甘心 大家要保證 把我們的小孩養活到18歲 那是什麼呢 那就是說 當中國的大一統的國有經濟 土地國有集體所有 人是沒有權利耕種自己的土地的 那時候就說說 他們是中國最早分田單幹的人 冒著巨大的風險 甚至他們考慮到要坐牢殺頭 還是那種中國農民的傳統智慧 或者說是 大家要保證 把我們的小孩給養到18歲 我們率先帶頭分田 我們承擔所有人 大家要保證養我們的小孩 就是這樣的人做了這樣的事件 我們說中國的改革開放 是從1979年開始的 我們提到改革開放 可能會說鄧老平時 改革開放的國務設計師 但是呢 那時候的公務院總理是誰 是趙紫陽 提到趙紫陽 我們都是說 農村政策的改變 是從他的九號院的年輕人開始的 是當時的改革四君子 朱家明 郭友希 黃江南 和現任的公務院 副主席王岐山 是說中國的改革四君子 但是這個源頭是怎麼來的 那個改革四君子那時候 都是在中的大學生或者研究生 他們用業餘時間去各處做調研 他們就是調研了這個安徽奉陽的 包天單案的這個案例 然後呢 作為趙紫陽的這個 那時候他們還不是正式的智囊 把這個東西返回給趙紫陽 才有了全國的聯產政毛責任制 才有了整個中國的經濟的改變 那麼我們回過頭來看看三十年以前 中國的改變是怎麼來的 是這樣來的 真的不是一個正在強大起來的中產階級 它發出了什麼樣的聲音 那時候中國根本沒有中產階級 那時候是1978年 那時候我知道我們家過了什麼樣的生活 我們能夠吃飽就不錯 而且我們還是國家幹部家庭 我的父母全都是軍公教人員 就是在一個普遍貧困的國家裏 這個國家的改變是被這樣的人 他們冒著殺頭坐牢的危險 這樣開始的 所以這些年來 儘管我自己也經歷過各種人生變故 甚至於顛覆國家被抓落 當人們問我中國有沒有希望的時候 我說 你要看 你看中國的哪裡 你看到了什麼 你說他沒有希望就沒有希望 你說他有希望就沒有希望 那看你看到了什麼 而且 要看實在其中的人 他做什麼選擇 他做怎樣的付出 那這個也說就太大了 然後就具體到我們現在今天的主題 今天的主題跟剛剛在台灣出的一本書有關 他的書名叫可操作的名字 那這裡面講個故事 其實有一個蠻長的淵源 他的故事是基於中國的第一個農民維權協會的發洩人 我的朋友楊明彪 我在這個 我自己關於中國草根秘間組織的第一本書裡 我曾經這麼說過 如果說我在這兒中國農民裡見到過兩個政治家的話 那就一個是楊明彪一個是山西永濟的政兵 是中國第一個農民協會的發洩人 那維護權力 維權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呢 維權者在對抗大陸王的時候 在爭取權力的時候 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要有力量 我們要有效率 那我們有沒有可能有民主 有民主可能一而不決 那有效率的話 那就產生了一個新的獨裁 我們產生了一個新的權威來對抗大陸王 然後我們又高陪複製了 那樣曾經有過的一本經歷 但是很有趣 這第一個 在這裡沒有發生 是一個有領袖 無維權無權威的 這麼一個狀態 再有一個 就是往往 維權群體在維權目標達成之後 會怎麼樣 所有受散 但是有趣的是 這中國第一個農民危險協會 在各級政府的打壓 維持困結之下 在維權目標達成之下 他們並沒有作用到受散 而是呢 我不能說是它平順的轉型 有驚無險的轉型 成了這個安徽省第一個合法註冊的農村合作社 那這段話 其實就是已經在他們實現了轉型之後的又一年 楊玉彪講的 我也用在書裡了 我就不再重複 那還有一個 這個書裡有一個重要的人物 另外的語 我說稱之為兩位男一號 一個呢是中國維權能力楊玉彪 還有一個呢就是海歸留學生元天鵬 元天鵬 元天鵬用中國話來說就是天之餃子 算是佔盡風光的人 但是呢 他有一個巨大的挫敗 就是呢 他受不了中國的潛規則行行 那他說 哦 這個也用在書裡 我也跳過 我們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把這個 源自於英國議會的意識制度 形成的 美國的羅伯特意識規則 把他介紹到 安徽撫陽的農村合作社 安徽撫陽的農村合作社 是一個什麼樣的基礎呢 就是 三百到五百個成員 平均年齡五十歲 百分之五十是文盲 把他介紹到這裡 就是帶著那麼明顯的精英特質的 一個源自歐美的意識規則 介紹到了這裡 那我稱職為把意識規則洋鳳凰 嫁到了安徽農村 我就是這件事情的一個媒婆 我促成了這件事情 也是一個觀察者和紀錄者 拍了一部紀錄片 麻煩你打開這本書的第一頁 第一頁 我們要去掃描它的話呢 這是我拍的紀錄片 是的 就是 一百分鐘 等一會兒我們會看到一個三分鐘的片段 這是一個公開上傳的紀錄片 就是這個 蘿蔔規則下鄉的一個權過程 那麼 我們在這裡做的事情 都記錄在這本書裡 我也想挑過 我想說的是什麼 就是我們做的 是有意的在做的一件不可能的事 大家都知道在中國民主是個禁忌 但是呢 民主寫在我們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裡 這個政治轉型 也是我們黨的一個什麼什麼樣的一個目標 那麼民主怎麼做 它就一直是在那兒喊 一直是在那兒說嗎 我們提到民主 中國人面臨兩個問題 一個呢 我稱之為民主素質論 就是我們偉大的黨和國家 一再語重心長地告誡中國人的 就是說中國人素質太差 不適合民主 那再有一個呢 就是我作為一個 似乎是中國主流裡的另類 做了另類選擇的人 你在你的生活中 你的工作中 你的採訪中 會遇到很多人 他們呢 一再言說民主 是比較稀有的公共知識分子 異見人士 是社域領袖 但你會發現 在這樣的場合 這些人 你看到了很多小毛主席 小獨裁者 當你跟他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 當然很少有人還抖膽提出這樣的問題 但是一旦有250 比如說像我這樣的人 可能就會提到這個問題 提到這個問題呢 你最怕就把你噴過去 你憑什麼讓我令主 你先讓共產黨放棄立黨專任 開放選舉 我再給你談民主 這是怎麼樣 這就是一種來自於民間的民主前提 你想讓我建新民主 你想讓我公正公開開放 那好 我是有前提的 你先走得怎麼樣了之後我再說 但是很可惜 我不這樣認為 我只是不這樣認為 並沒有力量 你有什麼樣的東西 你能夠把你的這種理解 你對於民主的理解 你對於一個更好的社會的理解 你付出行動 那麼對我來說 民主它是一個痛苦的過程 我也說了 它是一個痛苦但有益的過程 在我的眼裡 它不僅僅是理論理念理想 它也可以是工具 可操作可行得 那這就是整個這本書 這件事情就記錄了我們 怎麼樣把民主這個工具 讓它可操作可行得的一個過程 我們是2008年去到安徽浮陽影中區 三河村的南上合作社 我們來做這樣的事情 這裡的農民在我們離開之後 在外來的培訓老師 和海歸離開之後 他們自己就操作應用這樣的東西 甚至有一個例子 在這個規則在那兒 運行第三年的時候 遇到了一個例子 就是說 這個事情我寫在後季裡 國家有一筆錢 購下來做轉氣工程 到了基層政府 他們就私相授受 包給了一個頗有交情的包工隊 包工隊施工偷工減料 因此這個轉氣工程有很多問題 於是農戶使用者 農戶的權益被侵害了 怎麼辦 他給地方政府投訴 投訴無門 這樣就自然而然的在中國 就陷入了一個這樣的外圈 你的權力受損 你就要維權 維權地方政府不予理會 你就要繼續向上維權 繼續向上維權 在中國有一個詞叫月季上榜 一旦你月季上榜 就成為一個維穩時間 而大家都知道 維穩是中國的投號問題 用於維穩的費用高於軍費 那好 這個問題 你的問題不能解決 你會成為要被解決的問題 這在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個邏輯 永遠在危險處置 但是這一次很有意思 在安徽南唐的合作社就沒有 這個邏輯就沒有向下走 為什麼 因為有合作社 因為這個合作社是由中國 第一個農民維權協會脫胎而來 早在他們維權協會期間 他們就通過他們的集體行動 已經成功地給地方政府製造了壓力 他們不得不及時地回應他們的問題 而且呢 改變了地方政府的行政態度和執法態度 他們自己都說 我們這兒的相認幹部是周邊最文明 那現在受侵害的農戶恰恰是合作社的成員 他們就當他向地方政府投訴入門的時候怎麼辦 他去合作社投訴 那去合作社投訴 我們以為這會有什麼樣的效果呢 那好 羅明翰來了 然後他去打報公平 不是的 合作社沒有做這件事情 合作社而是向施工單位和地方政府發出了邀請 請他們某年某月到合作社辦公室來 來了之後怎麼辦 是不是維權農民和合作社一起請求政府 青天大落也給一個公告呢 不是 沒有 合作社請大家在一個桌子的面前分四方做 這個請地方政府可不可以 他們首先按照我們的意識習慣 按照我們長期以來養成的意識習慣 請他們到各方看掛在合作社辦公室牆上的意識規則 意識規則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 就是我們培訓的結果 也是用在書裡的 覆錄裡的 這是我們合作社的意識規則 這是為了保證大家的權利 每個人的權利 每個人發言和表決的權利 是我們公平公正地得到表達的機會 那請問你們三方可不可以 接受用這樣的意識規則來進行今天的討論 那麼不管是權利受到了侵害的農民 還是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肯定是它既想做主又不願意承擔責任 還是擔心被追討的企業都覺得這是能夠接受的 然後呢他們又問我們可不可以請地方政府來作為今天這個會談的一個第三方見證人 政府當然樂得其中 那說好 然後呢我們合作社也不是因為我們佔盡的天時地利人和我們就因為偉大拿出一個什麼樣的解決方案 合作社想擔任主持人 我們看到了發言規則的第一條 主持中立 它只是來分配發言權來執行這個意識規則 你們雙方是否接受合作社作為今天的會議主持人來主持這個討論 不管是權力被刑害的農民還是這個施工法都願意 最後呢就是在這樣的一個協商和成就達成的一個幾方都能接受的結果 那好這就是我們在農村做的事情 是在這樣的事情一再出現這樣的類似的情況一再出現之後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證明 就是說中國人素質太差不適合民主這個全面否定的邏輯已經被這一個案例戳破了呢 我們都知道對任何全面否定邏輯來說 只要有一個案例來證明這個邏輯不成立 那這個邏輯就整個是被推翻的 這就是我們在安徽南堂做的事情 那這是我的朋友和安徽南堂合作社的老鄉們 把這樣一個源自歐美的七百多頁黃黃六十二萬字的蘿蔔的藝術規則 變成了他們口中的蘿蔔規則 謝謝大家 好謝謝寇子姐 我想就是也非常就是說簡要把它過去的這個經驗其實跟大家分享 那等一下其實可能還有一個三分鐘的影片 不過我們接下來其實我想我們的今天的順序 請到兩位也是非常重量級的這個抵壇人 一個是在這個那個科目工學 這個世紀造成員的陳孟凱 那孟凱其實他的經歷非常的特別 他其實在過去大概有三十年的期間 大概是在七年的這個產業界 所以他對於這個產業界的一個思維 企業界的一個思維他其實相當的了解 可是在一個人生的這個變化裡面 然後過去在這個比如說是這個劉美 然後在這個科技部門 科技公司工作也當創造老闆 後來因為一些身體上面的這個這個就是說好像變化 那所以他後來走進了這個走進了這個友善人業 然後接著還走進了友善書業 後面是我們的時間其實都是在這樣的一個就是友善人業 就是台灣的這個合作經濟裡面努力更加的 所以今天我覺得也非常開心的就是說能請到 所以今天也非常高興的請到就是孟凱來跟我們分享 台灣的他其實是要回應這個扣解的這個婚姻的案例 那也順帶的帶出這個台灣合作經濟這樣子的一個故事 好那我們歡迎那個青龍凱出席 謝謝 好 我想剛剛各位聽到寇子姐在中國的案例 那我也非常謝謝寇子姐 讓我這個今年學習的非常多 我先講一個就是台灣的案例 就是我接下來的這個PPT 其實是一個合作社 一個非常精英的知識分子的合作社 那也因為這個合作社在第一年的第一屆的理事們 就三年弄得大家都很辛苦 所以第二屆 因為我自己在企業的背景 他們希望我加入這個合作社 可以讓這個合作社比較有效率一點 那我說真的不要交到那個欠人請的朋友 那就加進去了 就加上去前六個月我就準備退出了 天啊 資美效率 每次開會都從1點開到7點 那個 我就覺得在一般的企業組織實在是不可能 那當然我也有點沒責 而且前面大概選出第二屆理事 那時候他們邀請我來加入理事 就因為已經開始要內候了 準備開始有派系了 然後聽說另外一派派了很多人要來選理事 然後就也希望我進來可以讓第二屆不要分分離析 六個月後還是分分離析了 所以我心裡就覺得 好 一來也覺得自己也蠻無力的 那只到看著扣自己的書 那看了書以後就極力的想要在這個理事會裡面推這件事情 也是被洗臉洗的人 產業就是高知識分子 然後覺得就是這樣子啊 就是這樣子啊 那當然有一次兩次經過一個痛苦的過程 這還在過程當中 那是往下對不對 一群願意投入付出的人 為什麼最後會不歡而散 我是用這個 這個PPT是我給理事會的理事們 準備說服他們 可不可以來用議事規則來開會 不要再開那種兩天到七天來開不完的會 無法形成共識 是不知道如何形成共識 還是缺乏有力的領導者 他們是希望我當那個有力的領導者 超美麗的 沒有人是合作社 這又不是他們 我又不是他們的老闆 合作社就是大家都是 還是什麼原因呢 一群願意投入不歡而散 我們人公你少廢話 投票就把你投死了 我權力大你少廢話 你也想不想待下去 這叫潛規則 表面上都不會這樣講 骨子裡其實就類似這樣的意思 表面上都不會這樣講 這是私分子嗎 但是其實就是潛規則 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是正確的 沒有時間跟各位討論 什麼叫權力 什麼又叫權力 什麼叫power 所以對不起把英文寫出來 因為兩個都叫權力 什麼叫power 什麼叫right 沒有時間我們就直接挑答案 請各位思考一下 通常有兩種思維 一個思維叫做權力本位 上面規定的你下面就怎麼做 這裡面是有一個權力的 有一個特定的主體 不管是什麼樣的優勢 擁有對強制的力量跟支配的力量 我是老闆你就聽我說不然你就走 不然我就幫你拜了 這個是權力 power 權力很有效嘛 然後這邊叫權力 承認保護每一個人 不管這一個這樣子的主張是哪裡來 或許是道德或許法律或許是習俗 但是權力一定有一個義務的對稱 我想這個權力跟權力請各位就稍微放在 放在你的 讓我們繼續往下走 問題是規則是保護全體的權力 還是助長權力的違非作膽 說真的不是說有個規則 是規則後面的理念是什麼 我為什麼這麼辛苦 是因為我在這個合作社的時候 我開始談到議事規則 我發現這些自由主義者 都痛恨那兩個字叫規則 超痛恨的 他聽到規則他就覺得 不要再講下去了 夠了 應該是說他們 他們對於規則 他們對於規則的意義 是啊 是沒錯啊 他就是說 你現在只能聽著別人講話 我會說你現在只能聽著別人講話 這就是他們所謂的規則 是 這是我面臨的挑戰 我面臨的挑戰 那所以呢 當然我想接下來談的意識規則在做的 對權力是制衡的 權力是平等的 我想這是意識規則要做到的 就是從right 我們是因果 從power 我們是check and balance 權力不要獨當 我要制衡你 但是權力 我說好煩喔 那講權力 我們都是權力權力 自己看著辦嗎 那當然 不好意思 當然 這裡面呢 其實意識規則是叫 一群人做決策 一群人有力量去執行 靠著自己有效率有效能的會議 這叫意識規則 那 我這個是好明白 其實如果沒有任何的規則 其實不可能沒有規則的啦 如果沒有規則的話 每個人都會擴張自己的權益 結果就是沒有人能夠長期保護自己的權益 你說我們的合作社沒有規則嗎 有 有馬是潛規則 不可能沒有規則的啦 什麼叫潛規則 理事主席就好像一個理事主席說話的規則 因為你叫理事主席 這個就是我們要面對的 認為沒有 是不喜歡規則 其實是潛規則 因為不可能沒有規則的啦 從立法則也有規則啦 那規則叫做什麼 大吃小 強吃弱 還是有規則 那你到底要潛規則 還是意識規則 好 我們繼續 所以自由是有邊界的 這個邊界就叫規則 所以意識規則不是為了推規則而推規則 而是為了什麼 因為我們要解決 我們覺得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們可以是企業家庭社團政黨的角色 當然我是在工作社 我接下來我下個禮拜要到一個企業去演講 再講的也是怎麼樣 你企業面臨到其實就是 那個主動力的問題 好繼續往下走 所以規則是如果沒有透徹 因為剛開始我看到問題是大家為什麼對規則 要嘛就覺得行事主義 知道行事主義的意思嗎 就拿著規則在那邊揮舞 要嘛就覺得小兒科 雕蟲小技 不屑於做 他連什麼規則都不知道 但聽到這個就覺得這是沒意思的 真有用嗎 所以一般把規則理解成這些 事實上規則後面是有理念的 我們講規則 規則就是秩序的保證 好後面的理念是什麼 我想當人們相信規則的時候 而且他真的被弱使 新的規則就會發展 當新的規則得到執行 那就形成一種正向反應 我接著要談的事情是 不好意思 這很敏感啊 好 一體兩面 這一面叫規則 這一面叫文化 例如如果一個規則 是可以重塑一個文化的 我發現這些人都會喜歡談文化 就讓談規則死了不可能 可是規則 開始一個組織規 如果通常一般的組織 是為領導說了算 叫一言堂 但是如果你開始有個 組織中立的規則 但是漸漸會影響這個 為領導的文化 造勢多於說理 如果你現在是正反論流的規則 意識規則裡面 其實它就會影響了一個造勢多於說理 老好人以及虛偽 虛偽很簡單 你提一個 想要做的事 我不想反對你 因為反對你讓你覺得沒面子 那我就不說謊 其實我是反對的 可是我不說 那個叫什麼 虛偽 我用棄權 其實我根本不是棄權 棄權的意思是什麼 我覺得你要這個建議要走或 動議要走或不走都OK 我不想要用我這一票來影響這個結果 所以我棄權 可是反對是反對 棄權是棄權 把棄權拿來 把反對假裝成棄權就叫虛偽 那棄權不算總數它就會影響 所以不打斷面對主持人 限時限制修正案 不懷疑動機 其實就會建立起彼此尊重文化 積極的妥協 權力的意識 就是理心的思考 這些知識分子很喜歡道德勸說 卻是痛恨規則 道德勸說 有一種道德優越感 因為要搶到自高點 很痛苦 痛苦的過程 繼續快完了 最後 容易發散的投入羅針之後 講觀點理念展望策略 因為講一大堆就是沒做法 有想法有策略有沒做法 所以唐老師說為什麼 然後先說為什麼 才後說做什麼 意識分子是反過來的 先說做什麼 再說為什麼 先說做什麼後說為什麼 這叫動益中心 歡迎各位買書看 因為這是操作的 你不會覺得買一本食谷就會 吃到好吃的東西嗎 食谷是要拿回家做菜的 好 所以呢 我們最通常會意思說 一個方案拿到 因為我們很怕開會 因為他怕開會到最後就怕分裂 所以最後對表決的很多的誤解 是以為表決是一種對決 那如果對意識規則就是要避免這一種 一槌子打下去的 其實他是一種折衷 是一種妥協 是一種修正案 那我想 時間這個 時間上我想要說的是 有些會議 上對下的傳達 號召 進展 互通 這個實際不需要用意識規則 但是只要是 腦力激盪 分析決策 規則 這個都需要意識規則 那並不是所有的會議 都需要用意識規則來討論 那這裡面有 只要是平等主體的 我需要做決策的 有即時的 或是競爭的環境裡面 歷史規則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好用 經過這樣子的說服 討論妥協 最後會形成一種多因 這是怎麼樣應用修正案 最後一點我想跟各位講的是 在東方的世界裡面 其實是覺得妥協 就好像是一種什麼 妥協 妥協 妥協就覺得 但是妥協裡面的理念是什麼 失為是什麼 其實我們歷史以來 把妥協當成投降便捷 為什麼 就是不把對方當成 跟自己是同等權利 手上是什麼 妥協是一種權利的觀念 投降是一種權利 投降是什麼 是一種 是一種 我贏你輸 上對下 所以不能投降 死都不能投降 終居耐火 你不覺得那個 美國人好像打不輸 希望打輸了就投降 在東門來看這個不合理 這是要切副的 那為什麼 其實在我們裡面那種 權利跟權利的這個 我覺得 所以這就是妥協跟協商 好 最後 兩個 一個 一個朋友 說的說 這是一個大學教授說的 你看 意識規則一定 連農民都把那個會開得那麼好 那麼有效率 我就在想 我們自己號稱是知識分子 我參加那麼多學術會議的時候 我們有時候跑路一個問題 可能你 就農民的這個規則 半小時就搞定 我們往往是馬拉松 三個小時都解決不了 而且是在友好氣氛 在不友好氣氛 那真的就是吵架 連口口聲聲 連口口聲聲說民主的人 都不知道具體該怎麼民主 自然而然會給人家一種印象 搞民主一定是紛亂的 所以我們對民主天然就有一種 恐懼感 我們恐懼是一旦搞民主 就是社會失奉了 太混亂了 其實 你把規則好好的做了 自然就會有秩序 所以我今天是 扣子是九醋小姐 我是蘇醋先生 好 那 就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謝謝 謝謝 因為我想就是在台灣 做這個合作經濟 她的經驗其實相當的多 而且今天其實 用了這個權力 來回應 扣子姐在中國的這個經驗 我記得就是 應該是說第一次遇到扣子姐的時候 她其實那時候還在台東 就是她剛才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其實也並不認識她 可是聽她談到這個 譬如說那個中國農村民主 她在場的時間 其實當天我也是去台東 談那個就是核廢料的這個神秘民主 然後聽到她談那個 就是在中國農村的時間 她的眼神就閃閃發光 那我那時候有一個感覺是說 即使我們現在在外面看這個中國 就要在穩穩的這個情勢裡面 然後整個就是好像是很不民主的這個狀況 可是她是一個 我覺得她是一個樂觀主義者 她看到了改變的氣質 那其實如果我們到那個就是很多的這個 比如說那個農村社會裡面 這個草根的這個時間裡面 我們就會看到希望她所在 所以我覺得給我很大的啟發 那更讓我覺得就是說 其實很訝異的是她走路的異地 她說她那一天就應該是一刻送我兩本書 我晚上一開始翻 哇賽 我想說就是有人這樣走 結果沒想到後來她就在台灣 就走了起來 剛剛趁著一些碰到 我看一下那個走著喬 其實是在談她台灣的 在這個走路的這個過程裡面 看到這個地方社會的這個民主景點 所以這裡面每一本書 其實都非常好看很值得買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天 她送我書之後 我們那天晚上就看了 睡著覺 一直看 所以很希望大家等一下上去買書 而且今天還有簽書會 好 那剛剛聽完這個孟凱非常精彩的 就怎麼遇到這個難搞的高級知識 然後 然後在這裡面其實 其實的確就是說其實這個意識規則 讓大家 開始去思考怎麼樣去開會 因為很多的潛規則 比如說像我剛進入學接手 也很多 欸你真的要告訴我很多潛規則 當你都不知道潛規則的時候 你就按照意識規則 有的時候好像很順利 很多潛規則的時候好像 好像就會要呼籲很多 可是我想在這裡面 所以我們就真的剛剛看到就說 其實這些農民 50%不是字 可是可以把民主定做這麼好 所以我覺得真的應該有信心 那個常常講說 欸中國就不是了 我常常真的聽到 人家在這裡講這句 可是剛剛扣姐講 會有反應 其實是一個非常正向的力量 那接下來我們邀請這個 顧玉琳 莫子來談 從這個台灣這個公平的狀況 那我認識莫子也很久 應該從小就認識 然後在過去其實有一段時間 其實在一起合作 就是在學做那個RCA 從台灣到國 很到台灣 那他過去的經驗大家都知道 剛剛也有他的粉絲 他在那個 其實乾脆意思說跟著公運 一起成長 不管在PWA在東商協會 那以及就是說在很多的這個公會 剛剛講說在媒體公會 那他現在在這個北地大的文學處 通時都簽了一種任教 所以我想大家也是迫不及待 要聽他們的分享 我們那個歡迎顧玉琳 我知道大家其實已經有很多問題想問了 那但是最後這一趴大概就十分鐘 所以會開放讓大家盡情的交流 就是說民主時代還是你們說的算 那台上的人做了一點準備 那大體上我覺得其實前面很多人都在說 欸很想要知道中國民主化民主的問題啊 好像台灣已經是一個完成式的民主化啊 可是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好比說投票的時候 台灣具體展介在我們可以選總統啊 我們可以選這個選這個啊 然後但是事實上我們的投票行為 從來都不是因為我們很高興這個人可以代表我 而是乾我一定要去投我則誰會上 我們是為了體制怕誰上了而去投票 基本上大部分的投票動力來自這個嘛 那我們在很多日常生活裡頭 其實民主這件事情並沒有發生 好你說我們都知道反威權 從1987年減年之後一直到現在30年了 那我們期待的是另外一股反威權的力量 我們期待英雄 我們過去有烈士後來我們期待英雄 可是英雄跟威權其實背後是同一套邏輯 他要的是追隨者 他要的是我們四年投票給他相信他 然後他做主 我們只是投票不會而已 那民主這件事情如果要落實到我們這四年內 天天在自己做主這件事 那我們就要看我身邊有多少自己做主的權利 包括我現在進入學界我都覺得 看你這在開什麼會啊 我都覺得莫名其妙 連主旗才是都可以整個會議從頭用到尾 這是對於我來講在公會裡簡直不可思議 這組就是這個院長或者校長的權力 可以大到這個樣子 對於我來講我非常的適應不良 那所以我再扮演一個反對派 但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對所有對民主的想像 事實上都來自檢言以後 我自己會自稱我是台灣檢言以後的第一代的專職的組織工作者 其實我們在戒嚴時期你不能罷工 你不能夠組獨立公會等等 我們有各式各樣的限制 我們有全世界最長最久的戒嚴 長達38年 所以很多人已經忘記了 我們的父母都會告訴我們要小心 恐懼 我覺得白色恐怖最大意義恐怕不是在追索到你死掉多少人 暈死的還是衝容赴隱的 而是他造成的恐懼 沒關係 但沒錯 你說的這個回應 我相信很多人都在我們心裡頭打弄著 就是說 他其實是帶來一種代兩個世代 長達38年的人們 台灣人民 我們對於公共事務的噤聲恐懼不敢言語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當然 解嚴以後會一下子就百花其放 當然不是這個樣子的 我進入公會之後 也深切的發現一件事情 就我們不會開會 我們成立了公會 台灣即便到現在 我們的公會組織率 自我公會 產業公會才7% 也就是說 我相信在場的多人你們就業率 根本沒有公會可加入 是吧 我們其實 連我們每天花八個小時 日日夜夜勞動養家活口的這個領域裡頭 沒有一件事是我們可以自己做主的 我們在談經濟問題的時候 我們在談發大財的時候 我們想的是郭台銘 我們想的是一些大企業 我們從來沒有想像的是說 如何從我們自己身上 我們就是投注經濟的 投注經濟最重要的發展的人 作為上班族 作為勞動 勞工事實上我們從來不能做主 我們在經濟上不能做主 我們在民主上面 我們指望一些英雄 去幫我們翻轉規權 事實上民主真的來了嗎 這件事沒有出現 所以對我來說 我看到扣子要說練習民主 我覺得這深得我心 我覺得民主是需要練習的 而且他需要一些方法可操作 那我覺得如果你們剛剛聽扣子 我今天聽他說他答案講這個 我就會覺得對大家來說 譬如說負義也好 或者是棄權跟反對之間的差異 跟不同意之間的差異 或者是主持人的分寸等等 這些東西不就是民主的初步嗎 這些東西我們不是在國中的時候 也有學嗎 但是他真正如何落實 這恐怕才是扣子的這一本書 最精華所在 他把每一幕每一幕扳演在你面前 包括那些農民當他們在講說 大家通通都棄權了 為什麼你不投反對呢 沒面子嘛 我幹嘛要撕破臉 他把這些非常具體的人跟人之間 我在擔心什麼 因為我去開會 我又不是一個機器 我又不是只是分對錯 我跟人之間 我有很多複雜的關係 我們之間有利害衝突 這些東西如何我在民主之間 我們好像一夕之間 我們大家都變得非常親民 理性分析起來 不可能 所以我覺得如果我從1990年 投入台灣公運到現在30年了 那我覺得我的工作核心就是組織 我覺得好難喔 非常難 第一個部分不會開會 不會開會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好像體現在 我聽不見別人說什麼 因為我們過去沒機會說 當我有機會說的時候 我急著要說 我根本不知道別人在說什麼 所以我覺得我自己在22歲 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 我跟一群剛要關場 你們已經不知道那個報社叫什麼 它叫做台灣新生報 還是一個黨名企業 那時候一夕之間就要關場 這讓我半夜三點去跟那些印刷廠的工人 一起開會 那時候我就意識到 他們講的每一個東西都好重要 他們見證了電腦時期一來 整個牽牌子全部通通被毀掉 新的科技取代掉 舊的技術而人 就好像用完被丟掉 他們講的是這麼的精彩 這麼的自自學費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互相聽到 他們急著要說 就我那個時候年紀好小 我就學會了鎮壓 不准說 我們沒有意識規則 只能用這樣的方式 可是慢慢慢慢讓大家開始對話 但是那個過程很辛苦 那後來我們在公會裡頭 其實基本上提案就是一個重要的功課 這個提案就是剛剛其實 陳大哥也有提到的 就你在提案裡頭就是一個動議案 它是有行動的方案 你要說明我這個行動要怎麼做 辦法是提案班裡頭最重要的一件事 要不然你誇誇其談 這個誰不會啊 那所以辦法要如何落實下來 就變得很重要 這個大體上是我在公會裡頭經驗到 後來我們的公會幹部至少學辦法 學提案這件事就得學很久 那我覺得台灣過去這30年來的 慢慢慢慢累積出來的一個一個公會 是開始學會如何集體做決策 但是我覺得還有另一件事情很重要 這些東西恐怕是意思規則解決不了 但是我們使用一些方法也許可以排除 也就是說條件 條件的差異 好比說我第一個 我在20歲剛剛大學了 就是剛剛大學畢業的時候第一個工會 是自立晚報工會 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那那個工會有一個特色 它是全台灣第一個人職業工會 那它裡頭有記者編輯 但是它又有馬思航的小姐 它有印刷廠的工人 它有送報的小弟 所以這些藍白領 湊在一起的時候 即便我們有一個不同的老闆 可是我們一起開會的時候 我們之間的條件差異就會呈現 好比說我們的辦法很可能是在說 印刷廠 印刷廠噪音炒得不得了 大家都沒有去過報社 你們雖然會看到各大報 說各大報的一樓都是發行部 二樓都是編輯部 三樓是編輯部 窗泥激進之所在都是編輯部 印刷廠在哪裡 地下室 印刷廠油墨最重 印刷廠噪音最強 但它永遠在地下室 所以你一去練 哇那個超標啊 安全衛生啊 覺得是完全不可以 所以這樣的提案提出來的時候 道德正當性很強 怎麼辦呢 怎麼辦 我們的紅牌記者 就非常的有良心的說 我明天不要跑 要跟社長吃飯 我去跟他說 所以他一說 我們就每一個工人得到一雙耳罩 就說耳罩 不是改編那個造物環境 不是耳罩 擋了一下 可是也就解決了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 我在說白領有一個特色 他們跟權力核心太靠近 他們處理事情太快 就好像我們家的那個附近的水溝 如果有問題的話 我們不是集合著整個 大家來討論怎麼樣把它改變掉 我們打個電話給我那個立委 我是他的樁腳 他可能第二天就派人來處理到 這件事好快好有效率 可是那個組織就瓦解了 當時的資歷公會 雖然作為台灣第一個報業公會 後來瓦解幾乎是可想而知 我覺得我們內部 藍白領的條件差異 我們沒有能力 即便那個時候 我自己讀了很多左派的書 也讀了一些意識的東西 可是我沒有能力解決 我們不知如何是好 我們在錯目跟錯敗中 慢慢學到了一點點 什麼叫做民主 人家民主不只是這些規定 民主我們還要看特別的差異 以及人能夠說出話來 我時間很差不多 我再舉一個例子 後來我們在1993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勞基法大家都知道 像什麼砍七天家等等這些事 勞動基準法1984年在台灣開始 但是當時當然不是因為工人的力量 而是美國的壓力 這些暫且不掉 可是勞動基準法到1996、90年的時候 要開始修 而且越修越糟 所以當時開始出來的新生公會 我們就開始集結起來 要來反俄法 反俄法反了兩年 然後我們的公會 任何外部就被好過處都抓去 當作公運流氓 那個時候 那個時代就是 有微笑的都是比較老的人 年輕一點就不知道在校庭在哪裡 好吧 所以在當時我們後來就覺得說 我們就做了一個決定 那我們工人自己來立法吧 那是台灣第一次工人版的立法 我們花了多少時間 然後基法總共要修那幾條 我們花了一個下午 三個鐘頭討論一件事 就是產假到底要兩個月 還是要四個月 還是要三個月 花很多的時間 讓工人從說 這個是問學者啦 這個我不知道啦 開始到他願意出來說 其實我媽媽之所以 因為他生完小孩 一個禮拜之後 他就出來工作 是因為他作為一個農夫 農田的勞動 你是在田裡頭 你是上上下下 你是一個順夫自然的勞動 你是有彈性的勞動 可是女工的勞動 是我每天八個小時 坐在同一個地方 絲毫不動彈 甚至於我要上廁所的時候 我可能五分鐘之內 就要快速來去 否則因為生產線不停線 所以那個勞動環境的改變 會使一個女人生完孩子的時候 我兩個月根本恢復不過來 多精彩 這個東西要花多少多少多少練習 我後來有一點知道一件事 意識規則有一些有效性 當人們練習 你可以使用它 改名說話 但是一開始 我們勢必要有一個正控制 就是你不能貪多 你不能貪快 你要做最無效的事 你要我寧可不去打電話 叫立委幫我家的那個巷子 頭的水溝的問題解決掉 我也寧可發三個月 我們開禮民大會 不斷的討論如何解決 我得開完這三個月的禮民大會之後 下一次再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我們自己才有辦法解決 而不會永遠依靠那一個單獨的民意代表 然後欠他 好像欠他一世紀 那民主之所以能夠出現 我覺得得落實到我們日夜的生活裡頭 目前為止 我都覺得學生還有機會 你參加學校 學生議會 你還有機會討論 那但是我們這一種屬於民間的 我們就在我們的生活裡的 這樣的討論幾乎沒有機制 我眼前能夠看到的公會還是一條出目 那我覺得創造我們實踐民主的可能 台灣的民主才有可能 謝謝 也非常精采的一個旅壇 那我想他的這個經歷其實告訴我們 我們剛剛講說從小一起講 小時候就認識 那應該就是說 在台灣的這個 比如說民主化的這個期間 那我們一直在想說 什麼叫做可操作的民主 因為台灣雖然有民主 我們就是說我們可以說 在亞洲裡面大家說是一個 算是民主的 在這個算是說盤平載現的國家 可是問題是 欸很多人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就在想說 我很想知道 什麼是要民主 那我想這裡面 在這邊再稍微 摩摩一下 浩子姐的這次分理書 可操作民主 可操作其實非常的重要 什麼是可操作 我想剛剛穆子給了一個 非常好的這個例子 那尤其是我覺得 他剛剛也呼應了 剛剛那個孟凱大哥所講的 文化跟規則一體兩面 而且在這裡面 也呼應了剛剛 浩子姐在講的是 效率跟民主 有時候看起來 好像非常有效率 我們常常說 很多人都會講說 哪裡哪裡非常有效率 非常快 初戀這個事情 可是我們真正的這個 比如說這個文化裡面 包括這個社區裡面的經理 其實沒有長起來 沒有長起來 再有效率 下一次我們還是遇到同樣的問題 又循著原本的這種 比如說權力的結構模式來處理 那這就讓我想到就是說 其實我們現在在講一件事情 就是怎麼樣發展一個民主的認識 社會的一個就是說 其實真正民主的認識 我們才有辦法深化那個補助 那在這裡面我想 就是目前我們三位講者已經講完了 那我想在這邊 因為現在好像快要九點 對不對 我想在這九點之前 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我們可以稍微輕鬆一下 然後品嘗這個寇子姐 所親自釀酒 她在台灣這段期間 她自己說她在宇蘭 就被稱為叫做釀酒的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品嘗她的酒 那就是在被未來這邊 我想有一個部分也是很想看看 怎麼操作民主 怎麼釀酒 怎麼走不見走 還有怎麼去觀察台灣的這個社會 我那時候看到 或者自己在想說 她走過台灣 就是大大小小的這個鄉鎮 她走過的路 真的 我說實在說很悍言 真的很悍言 真的沒有走過 沒有走的比她多 所以那個大家也可以上去買書 買書 等一下我們第二輪就是 我會從這個 比如說放棄三分多影片開始 接著讓大家就是其實是可以提問 這個討論 那放棄莫當然有重要的簽書會 所以請大家訪錄這五分鐘 品嘗美酒 然後這個購買這個好看的這個書籍 那我們等一下再下一輪 有這個精采的討論 我給你一見 好五分鐘喔 好因為那個 就是說樓上在結帳這個書 這個就是熱賣 所以這個機器的結帳速度比較慢 所以我們稍微等一下下 等一下下就開始 表明一下 可以嗎 service trov 音樂 多分 當好 拿到 策略 它的 飛 McCarthy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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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有一个理事会 我们九位成员 我们来开会 那八个人赞成 一个人反对 这个毫无疑义通过了 现在呢 投票的这个数量呢 发生了一个变化 五个人赞成 倒会九人 四位反对 那请问 这个通过了没有 五人赞成 四人反对 通过了吗 五人赞成 四人反对 没有通过吗 那我们测试一下吧 就是认为 九个人开会 五票赞成 四票反对 是通过的请举手 一二三四五六 好 有两位是有条件的 先发下 微弱多数 好了 刚才您说到 是看这个定的规则 现在我们的规则 就依照这个意识规则 是多数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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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好 那我们继续 好 现在呢 还是这九个人 到投票的时候呢 是 还是四票赞成 变成了四票赞成 三票反对 两票弃权 这个事情通过了没有 通过了吗 九个人开会 四票赞成 三票弃权 他通过了没有 那我时间太短了 我们就来这个 认为通过了请举手 微弱多数 比刚才的多数 更微弱的一点 好 现在呢 又发生了变化 九个人参会 到了投票的时候 一票赞成 没有反对 请问 通过了没有 认为通过的 请举手 这是绝对少数 那么我就要访一下 问一问 请问 你认为为什么 因为一个人当成 他没有反对 他参加了就是竞选 如果说西纯不接触 总数的话 那总数也就是 一个人来讲 那一个人通过就通过 好 你的表达很充分了 那我想问 还有不同意见吗 有不同意见的事与我 愿意讲一讲吗 不同意见 我认为说 在公开讨论场合里面 没有所谓不表达的权利 因为这是关乎你的事情 你能不能先告诉我 你认为九个人参会 一票赞成 没有反对 先告诉我是通过 还是没有通过吗 你认为 我会认为是没有办法通过 因为它算是一个 无效的讨论过程 也就是说 没有任何参与 就是大家没有充分的参与讨论 如果我们有一个前提 是已经充分的讨论过了吗 那本来就要按当场的情况 但是我们不会对这个 通过不通过这件事情 就会有强硬的意见 这样子 好 我们同事有 那请问 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来举手示意 这一位 我觉得它很可能造成了 破国并是在投票的时间之后 没有人会去依照这个决议之行 对不起 那我可以先请你 来表达自己的一个态度 您认为九个人参会 一个人投票通议 没有反对 是通过还是没有通过呢 他在会议纪录上是通过 是 好 那谢谢 那前面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你好 我刚事头通过了 不过后来我想一想 那个不表达意见 就是期权那个太暧昧了 因为它太多的可能性 它不像说支持或是反对这么的绝对 所以我觉得 应该要再继续演绎一下 就是再看一下那个 为什么会有不表达这个侵权 好 谢谢 那我现在呢 我就不想 对不起 因为还有其他的朋友要表达 我就说 是我们时间有限 我想让这个放片子之后的讨论 更充分一点点 那我们就现在进入那个片子的放映 在那个片子之前呢 就是在培训现场 袁天鹏经历了一个 我们类似刚刚说过的过程 就是九个人参会 这个四个人同意三票反对 是不是通过 然后呢 那这个事情是通过了还是没通过 我说了 那这个人是通过了 好 谢谢 这个人是通过了 我说了 我说了 我说你叫我打算 你那点好 你这个求问就是什么 对 对 他有五个人 又从我过来 他有了 我也有五个人 他有那种 他求问你嘛 不是正的 还有三个单位 对 他亲的 在这边讲的七场就不上了 那就是不在乎了 七个的话 四个 对啊 够了 对吧 你觉得能不能用 不认为这种 因为是应该是九个的话 是吧 那就是七个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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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这边 那就是七个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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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个的话 那就是七个的话 那就是七个的话 我都会败上的 大家 geben五个里面 你们帮你们一起步驟 你有一本七个的话 那就是七个的话 那个不过去的 所有的币 那是美国第二好 那是标志 那是三个的话 那真的有同意 算一半。 我去看七个的话 这个日本就有很多 参加Ó 四个的话 那我去问一看 你看我上orsa 是他去参加 这个是总数是七杆的 总数是七杆的 总数是七杆的 这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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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总数是七杆的 这个七个 一块块 这个七个人 马克思才有四个两个 三个人 所以你也是总数是七杆的 都是七杆的 但是 这个 这就是 七个人做了 但终于是 其实 这个 就是 臣子也就是 是 没有 那 这个 不能 我们 他 还有 请虐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 就是如果,你别算了,你无论你算了,通过韩国人才就把我算了,这个吧,就是我互相互相,就不要为了结果。 七全是一个算,但是这边就把它算出来。 而你看,如果是半分数是七个,大概两分三的话,对,就是四比七,它就过了半数了,对吧? 就是说,我发现,起来没有办法没算,没算出来,那就是如何起来的本意。 而这个呢,你能算好了,算得起来,就是我一辈子起来的本意。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是四比七,是吧? 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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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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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是吧?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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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即使不买书,就扫一扫书上的QR Code,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片子是我自己拍的,完整知识产权,我上船了。 那,我是想提醒一下,正如同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几个人,几个铁。 这几个人呢,一个就是在中间,作为培训师的那个袁天鹏,我说他就是一个精英的海贵。 再有一个,我们就在片子里看到了这些人,这是中国的农民,文化水平不高的农民。 他只是通过这件事情让我看到,就是我们怎么样做一些事情来跨越这个知识权力的不平等。 那还有一个,当镜头扫过的时候,在这个开始两分钟的时候,坐在旁边,一个穿着黄色的鲜艳的眼灵装的那个人,是什么呢? 他是跟我共同所存的这件事情的人。他是香港乐视会的NGO支持专员。 他叫高天,我的朋友,也在书里出现了。 那,我想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刚才袁天鹏和我在征求大家意见的时候呢,有两点。 第一个是先请大家表明态度。 就是说,当一旦我们进入了一个具体问题的讨论的时候,就是说是什么呢? 我们的议题是很明确的,我们的前提是很清楚的。 那我们讨论的时候,是为了充分地表达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权,捍卫自己的权利,我们的right, 也尊重别人的权利。那怎么样呢? 我要简单、直接地首先表明态度,然后说明原因。 这样这个会议才能进行的有效。 那还有一个,作为主持人,他做到的是什么? 就是当你执行意识规则,意识规则内化到你的生命里, 他能够做到的是什么? 就是他会很自然地在问,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那么作为一个拿着话筒分配发言权的人,他下意识地会问大家,还有没有不同意见? 这其实也是这个62万字的意识规则里提醒,作为会议主持人应该做的。 就是说,你的职责是发言,分配发言权,是不是只要举手,就能够依次序依依来能够? 他还要注意平衡这个会议现场。 就是说,要让大家知道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 第一个发言的是A,那么他会问有没有不同意见。 在不同意见中再按你的举手顺序优先。 然后呢,当他的不同意见发生之后,他会再说有没有不同意见。 就是这样子,这都是一些细节。 一开始在邀请文林老师的时候,他会说我们有没有演练。 可以用演练,但是这个演练可能太费时间了。 如果我们真的要是愿意演练意识规则的话呢, 建议专门就与他。 就是说是看过这个书,看过这个片子的人, 大家抛一个议题,甚至我们自己来完成一个, 从议题筛选到成为动议到进行讨论。 这就会让我们看到一个不是零和游戏的过程。 在这个书里,我也讲了一个例子。 就是严天鹏在美国的学生议会里,他经历的。 有人提议,就是周末去爬黑山。 那有人说,否定,不可以。 因为我们班有一位残障学生。 你这个娱乐是权利,他也是权利。 因为他不能参加,所以我们要否定。 这样呢,就是想爬山的人不能爬。 如果你硬是用多数学来决定一定要爬的话, 那位残障学生的这个权利就不能保障。 这个时候就有人提了一个方案。 这样我们可不可以去C山。 因为C山呢,它既可以突固攀爬, 又有这个坡道、车道、游览车, 可以供残障学生直接上去。 既能满足同学联议的需求, 又能够保障参障同学的参与权利。 这是什么? 这就是说,真正的利用意识规则, 它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一个妥协的过程, 一个探讨和协商的过程。 而且是他给了你表达权利, 表达自己意见的可能性。 他会问你,同意不同意? 不同意? 哦,不同意,那你是为什么? 同意你是为什么? 这是你的这个发言的权利,这个规则。 然后就会有人提出来, 我有修改动力。 而在意识规则中, 是很明确的,这种程序动力优先。 这就带来了修改的可能性。 他有一种修改意见, 还可以对这个修改动力进行再修改。 根据这个电脑编程的时候, 那个对战原理是后进先出, 就先于考虑。 而且呢,牵扯了大多数人投票权益, 共同的发言权益的这些问题, 程序问题优先。 这就是一系列的东西, 很简单的, 也在我们的书里有表达。 而且呢, 片子里也能够看到, 我们就不再在这里占用太多的时间。 我们是想用这样短短的片子和短短的参与, 让大家体验到意识规则的魅力。 我亲自听到过的, 我的这本书出了之后被人看到了, 然后复诸应用的意识规则。 最短的意识规则只有七个字。 发言定时不打断, 只有两条。 这两条应用了一对夫妻之间。 我们知道, 夫妻之间吵架是如严不成如尽的。 包括在台湾也一样, 孩子上学, 这是一个大问题。 这对夫妻吵了半年, 都快要离婚了。 然后呢, 他先就先看了这本书, 带过去跟太太说, 我们就用这个规则讨论, 就两条。 发言定时不打断, 好不好。 然后呢, 他还假装自己很有风度的样子, 先让太太发言, 说了两分钟不打断。 结果呢, 太太刚一说, 她的原话是这么说的, 觉得太太那不靠破了, 就要给她一口打断。 但是想一想, 我刚刚说的, 我男子喊大张破啊, 我说了两分钟不打断, 她就忍了。 她说, 都快忍得爆炸了, 就头三日到。 但是三十秒后后觉得, 怎么她说的也有点道理。 好, 两分钟一到, 赶快给她打断, 自己讲。 她自己讲的时候, 发现老婆也想打断她。 但是呢, 她就说, 我没打断你, 你不能打断我。 然后呢, 他们就是, 在这次家庭婚议之后, 这个人是天鹏的朋友, 就给天鹏打电话。 说, 我们那一次虽然问题没有解决, 但是我们两个人拥抱了。 这半年以来, 这是头一红。 这就很有意思。 对, 为了孩子收学, 吵到离婚的不把其人。 本事呢, 就是那么简单。 所以说, 对我的权利的尊重, 是我的需求。 你的权利的尊重, 是我的民主。 就是最简单的, 就是这样的应用。 我们现在进入讨论。 好, 谢谢后子姐。 我答应大家说, 要在九点四十分后要结束。 刚刚我想可子姐给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演练。 相信, 刚刚听了三位精彩的演讲跟旅团, 一定也有很多的问题。 为了要让比较多人, 其实是有机会问问题。 所以大家是不是可以, 把你的发言问题, 限时来一门揪。 因为我们等一下可能要听他们三位。 他们刚刚讲, 在这边, 刚可子姐说要揪, 还在揪很多团。 这边两位的在我心里, 大家就知道, 其实也适合在揪一团。 这择路也要办。 刚刚讲的议事规则的演练, 这择路也要做。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开放问题, 好不好。 好, 先这一位, 咱们在前面。 咱们在前面。 我的问题是, 请问在这个议事规则里面, 有没有处理以下的一个问题。 不是投票的人彼此之间, 有反认同的情形。 就是, 不管他是潜规则, 还是他讲出来的。 为什么你同意, 我不同意这个动议。 然后他的答案是, 因为我讨厌的那个人, 同意。 对, 跟我实际上来, 我为了讨厌那个人, 故意要跟他唱赶票。 也许他是潜规则, 可是他事实上, 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说, 那个, 愿意妥协的心, 不是随时都有的。 对, 那刚刚也讲到, 刚顾老师也讲到这个, 有类似的情况, 对啊。 好, 谢谢。 那我们再继续发问, 我们这一轮问题, 先问完之后, 再一次。 我的问题是, 我想请你要扣女士, 就是, 您在这个, 中国的这个农民和作事, 而透过这样的, 议事规则的一个, 作战的一个民主的练习, 似乎看到了这个希望, 但是, 这个可操作性的民主, 或许在中国, 他是农民的一个, 这个练习之后, 这里是workable, 可是, not available, 就是说, 这个可操作性的, 我觉得可能有这样的调整的海语, 所以, 我想请问你, 如果回顾几年前, 在中国也是感觉很有希望的, 譬如说, 甚至是乡镇的这一个海选直选, 它甚至是直接是针对人的, 好像也看到了希望, 那, 可是最后, 并不是让你们看到这个, 那个希望的一个发生, 所以, 我想, 您刚才也说, 从哪里看, 会决定你是不是看到的希望, 那, 以您怎么样来解读, 您现在说的农村合作, 是这样的一个练习民主, 能看到的希望在哪里, 或者是说, 你也看到它的一些局限, 谢谢, 好, 谢谢, 那不知道还有其他问题, 好, 那位先生, 后面那位先生, 然后在前面那位小姐, 很抱歉, 我要说五十年前的事情, 当时, 我参加活动, 就只有一个想念, 要的站右边, 不要的站左边, 不要的站左边, 我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的民主, 还有一个叫做, 站左肩人, 这是哪文字的democracy, 要的站右边, 不要的站左边, 接下来的问题, 不参与的, 请出去, 所以我高中的时候, 军训课, 教官要大家, 填杜党申请书, 只有我一个走出教室, 哪来的中间, 叫做群策群力, 对不对, 是一群人在一起, 共同生活的人, 要对某一件事情, 要达这一个群体追求的, 提出的对策, 站直的, 站右边, 不站直的, 站左边, 哪来的站中间, 还要算什么, 这是哪文字的民主, 所以这个是等一下, 也是一个问题, 或者两位点的问题, 好, 那接位, 我想请问, 就是如果我是身为, 就是心境人工的话, 要怎么样在职场, 就是推动逼施规则, 就是如果我想要分享, 就是一个, 就是我朋友的例子, 因为他是, 就是, 心境社工, 然后, 还有, 心智会觉得很状况, 那, 可能作为学生, 就是很理想, 就是说, 那我们应该要打抗, 但, 就是身为, 社会心境人员, 就是反抗这件事情, 就是我们好像没有资本, 做这件事, 那, 就是想要请教, 好, 就是如果在二次纪元化, 就是在, 常做这件事, 谢谢, 好, 谢谢, 那他后面, 我想请问, 那个, 就是, 就是在, 您是用, 就是, 那种开会, 跟神医师, 罗伯特意识规则, 这样的方式, 来, 促使冲突的双方, 进行一个沟通吗? 但是, 常常看到一些, 中国的维权事件中, 很多时候事情, 假如一件事情爆发, 第一件事情是, 会掩盖, 甚至是, 在社群上, 将一些问题, 就是, 谨慎, 所以, 其实连, 很多时候, 连讨论的空间, 都没有, 那我就想问老师, 怎么样能促成, 就是双方的一个谈话, 因为, 当然会认同说, 谈话这个是有帮助, 但是, 要怎么样邀请双方, 愿意坐下来, 这件事, 我觉得, 本身都蛮困难的, 想问一下, 老师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样子, 谢谢, 好, 谢谢, 那, 现在还有吗? 我是一个20年的老师, 公共社会理解理, 刚刚讲的那个问题, 我要讲的就是说, 我觉得有些时候, 似乎, 呃, 真正的影响会在会议之后, 那我就直接举, 我想问的一个问题是, 如果, 2020年, 呃, 林郑月娥, 因为香港的这个民怨而下台, 但是, 台湾选出一个, 对一国两制, 保持模糊, 甚至认同态度的总统, 会不会是, 中国人的历史上最大的反恐, 好, 那我觉得, 所以我会说, 可能真正决定事情的, 都是在投票之前, 或之后, 而并不是在投票的当下, 好, 谢谢, 好, 那我想, 我们这一轮先问到这个地方, 我不知道等一下, 那个时间上面的关系, 如果我想尽量, 呃, 刚刚, 我想提到很多, 包括就是这个, 就是, 我想刚刚有个一个, 问的问题, 就是什么的, 这个民主权力, 在这个, 这些操作, 好, 那也问到就是说, 其实是更大的一个历史, 跟社会脉络, 包括在中国的这个社会, 有很多的信号, 以及就是说刚刚, 其实还有这个表态, 的这类的事情, 所以我想, 这三位, 可以回应一下, 那如果说, 还有互相想要问的问题, 因为我刚刚很多, 不同的经验, 三位也可以互相提问。 因为时间宝贵, 我就不客气, 我先站起来说, 而且呢, 我是想呢, 我这个, 先把我自己的想法抛出来, 先把我自己的想法抛出来, 来执政。 那么, 首先, 关于这个, 有没有跟情绪有关的投票, 因为他喜欢, 或者他, 我不喜欢他, 我就故意来投一个反对票。 那是我觉得呢, 这个情绪永远是不可捉摸的。 而在这个意识规则中, 它蛮有趣的一点的, 就是不至于动机。 那, 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一点。 我们在这里, 也有一些专门在讨论, 就是阐述这后面的人们理念。 就是什么呢? 当一旦在这个会议的长语下, 这是我们来共同选择, 自愿选择, 共同遵守的。 那样呢, 这里面, 我们有权力也有责任。 我的权力要被尊重, 但是有一点, 我要承担我自己表达的责任。 我是喜欢他, 或者不喜欢他, 这都不是对一个具体的事情进行讨论的理由。 那再有一个就是说, 我不管是社工还是任何人, 就是这个世界上权力关系不平等。 我们不能不承认, 一级规则永远只是一个二级规则。 一级规则是什么? 用我们伟大的毛主席的话来说, 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是国家机器强力, 甚至是资本强力。 你就是说, 你能给老板, 你去是面试老板, 还是老板面试你。 这肯定只是不平等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认为, 即使是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下, 也创造一种权力, 一种对话的常语。 比如说, 刚才说到了维权的状况下, 怎么样来跟政府机关对话, 那么很简单, 联合起来力量大。 当年, 1998年, 在安徽南逃, 农民是被各个击破的。 你上方就把你抓起来半个学习班。 但是呢, 他们一旦有了农民维权协会, 一旦有了两百多个人的集体行动, 他们就天长日久, 他们积累的这种力量, 就到了政府不得不回应的程度, 就到了改变地方政府的程度, 就到了我们周边的乡镇盖部, 是周边最文明的。 这改变就是这样发生的。 如果不是有了农民维权协会, 不是有了三河的农民合作社, 你以为, 你以一个小小的农民组织, 你邀请乡镇干部来, 你邀请企业来, 他们会甩你吗? 这个里头呢, 我就是说, 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里, 想撬动改变的人, 你负有更多的责任, 你就要承担更多的东西。 这就是要自下而上的来。 那我自己, 我一直, 我作为一个小机构的创办人, 我在跟机会对话的时候, 我显然我是弱势的, 我是权力不平等的。 我怎么样? 我一举就是我建设的规则。 我报的预算, 从来都是没有水分的, 不用折扣的。 所以, 在我还是一个NGO, 执行无名小费的时候, 经过几年谋合, 他们就知道, 扣子帽为预算, 你不要给他杀。 这个过程就是这么来的。 你想翘头改变的人, 你先做, 你先付代价。 这是没有办法的。 这是我能够根据这几个问题想到的。 那另外呢, 再有一个, 就是这个东西, 它能够有多大范围的应用。 我刚才讲的是在农村的应用。 我们的这个推广是2008年的。 这个事情, 我这本书写出来, 在中国的这个简体版出版, 是2012年的4月。 随后这本书就得了大量的奖, 而且呢, 引来了政府采购, 采购原天铺的衣食威乐服务, 用于这个城市的治理。 分别是深圳和南京, 而且深圳市的治理项目, 还延续两年, 得了国家的治理奖项。 而且有趣的是, 这件事情在我2014年, 年复国家被抓也没有终止。 你说它没有受影响, 不是的, 但是呢, 没有被中断。 而且更有趣的是, 在2015年, 我从脑里出来, 有人就跟我说, 通过他们的征途里的作者赵斯乐, 说你见到蔻姐, 跟她说声谢谢。 为什么? 就是因为在那时候, 我还没有自由的时候, 十几个女权组织的小伙伴, 他们要有一个联合行动。 我们可以想象, 在中国这个严酷的环境里, 真是只有天之光才能生存。 这些民间务卫组织的领袖们, 一个个都是头上挡脚的人。 十几个人到了一块开会, 那就开炸了, 会没有成。 但是在会散之前, 会议召集人际人发了一位可操作的民主。 三天之后, 看完书再回来, 我们就用南唐合作社, 奴役大爷大妈的这个意识规则。 就是我刚才放在这里的那几条, 书后的附录也都有了。 就是用那个讨论, 他们不仅达成了那次合作, 而且就在那次合作之后, 在这次这种意识规则的讨论之下, 形成了一个组织之上的联合, 一个再组织。 所以说, 他说, 要让他跟我说说谢谢。 我说, 那谢的不是我, 也不是这本书, 而是什么? 而是可能性。 你想创造改变, 你就做。 然而你, 你需要智慧, 需要技术。 这个技术是可操作, 可信得了。 我说, 意识规则当然不是民主, 这两个不是本号, 那事实上你想操作成什么样的民主, 事实上你可以非常体制内的改革, 修古式的改革等等都有可能, 而且最有可能会是这样子, 那所以他当然可批判, 但是我还是得说, 这是一个集体做决定的方法, 那如果我们相信民主是见机于, 让最边缘, 最没有机会拿到麦克风的人, 也可以说话, 他的意见可以被看到的话, 那至少我认为, 他在这上面的有效性, 是作为一个方法, 但是他绝对不是真理啊, 拜托, 我在学生运动的时期, 我们多么看不起这些意识改革派, 那就觉得他没理念, 但我得说, 有时候我们觉得, 我们要翻转整个权力结构的时候, 我们想到革命了, 我们想到非常大的东西的时候, 那让个别的人觉得无敌, 我要说的是这个, 我们这个时代, 如果我们认为一些大结构的东西, 或者是大叙事的东西, 我已经不太相信了, 过去是皇帝说的话就是历史, 现在我也不相信蔡英文说的历史, 是我的历史, 马英九的历史不是我的历史, 那我们作为一个个别的人, 我如何在这个时代说我自己的意识, 我们必须有一些可操作的东西, 可辨识的东西, 对我而言组织工作是在做这件事, 当我们有可能我们的能动性, 可以被这个时代所承接, 但是你也没有满足于这种小确信, 就觉得说, 哇,我一定在实践民主了, 我们还是看到大的结构问题的, 刚刚是要挑战这一点, 用大的结构问题都没改变, 你安于这种小的, 我意识规则超受的很熟悉, 就叫做民主嘛, 那他会有冲突, 可是我们不就是在矛盾跟冲突之间, 想办法往前走嘛, 那前面那个大哥他有讲到说, 我在某一个时代的时候, 我只有同意跟不同意, 我觉得要再重新说, 所有的规则都是因实因地, 他都法律一样, 他不是真理, 他们因实因地如我们的需要而出现, 那样的一个时代, 是一个充满了冲突跟矛盾的时代, 你不可以讲弃权, 你没有权利说弃权, 有些时候有些议题是这样, 那些说弃权说中立的人, 我都要你问清楚, 你为什么说中立, 你为什么不表态, 你还缺什么资料, 我们把这些资料通通摊开来, 你还不能做决定, 你在哪一个点上不能做决定, 九个弃权的人不是九个人, 都一样, 包括同意的人也不是同样都一样, 我们可能细分下来, 都还有更多的差异, 我们之间的同意点, 可能远远少于我们之间的矛盾点, 但是我要说的就是说, 就是说, 这些我们在不同的规则里头, 都会有变动, 而直接操作下去, 让每一个人有机会说话, 让不同条件的人, 条件的差异的人, 有机会表达, 对于我而言, 这是民主的最基本, 所以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子, 大的结构改变的时候, 如果我们在人跟人之间的相处, 我们在人跟人的关系里头, 我们在生产关系里头, 还是这么不民主的话, 对于我而言, 那不是我两个名字, 我的背景其实在企业, 盈利企业, 不是非盈利企业, 我只有在最近十年里面, 就误打误撞, 进入了非盈利企业, 我大概三十年的时间, 都在盈利企业, 那当我看到这本书的时候, 反正有些机会吧, 就一个好朋友, 大学同学, 介绍他来看, 然后他看完了, 就找我去示范, 然后吃饭吃了两个走口, 一直问一直问, 后来我才发现, 这叫面试, 大学同大同学, 然后讲他说, 这样好了, 你到我们公司去演讲, 你是科学园区里面, 做半导体设计, 副总, 有两百多个工程师, 你要我讲这个, 你要我讲什么, 我说第一个在企业里面, 权力跟医务是不对等的, 你不可能说全体, 员工, 投票, 加薪, 加个头了, 钱不是你出的, 权力不是你啊, 就是义务, 钱不是你, 这个就清败了, 这有权力, 义务当中的不对等, 当然那是有方法的, 只要, 比如说老大, 比如老大希望, 其实我的同学要我去做一件事, 他一直希望他的属下, 有一个概念叫, Inference without authority, 就是, 就算你, 没有拥有所谓的, 那一个位阶的权力, 但是你是可以有影响力的, 那当然他是给我一个很大很大的这样的题目, 当然他还看完了这本书, 所以我想我在这边一直在学习跟努力的是, 就是我两边的语言, 我都非常的熟人, 就是首席, 因为我自己当老板, 我自己在这一种营利事业做了很久, 刀光剑影, 耳鱼我葬, 其实也还会一点点, 只是现在觉得在很好, 现在都不用, 不太需要用啦, 但是如何可以以开放式的方式, 就是刚刚讲的power跟right, 其实我现在在, 我想我也很乐意也很期待, 在这方面, 两边的语言来共学, 我也感谢酷子, 通常我是不太有机会, 来到哲学性记忆, 因为我真的不是哲学性记忆, 我的意思是说, 你如果要讲那个组织啊怎么样, 好,我想说的是, 我是, 我发现我真正的我是一个羊, 但是曾经披过狼皮这样子, 所以, 我无言乱远, 赶快收回来, 好,我想今天, 在位讲的时候非常的精彩, 刚刚讲说哲武其实是, 应该是说, 不管是刚刚讲说民主生活的时间, 无所不在, 所以哲武也是容纳各种各式各样, 各个产业, 然后在各个关系, 各个角落的, 这个就是说, 一些生活上的一些时间, 那我们今天刚刚讲说要控制时间, 那这也是, 还是超过一点点, 那我们接下来有非常精彩的签书会, 那我们再次热烈的掌声, 谢谢赞会讲解。